大家好,我是Coco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在中间套的别墅 进来我们看到的就是客厅 客厅的采光非常的好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餐厅 餐厅那边还有一个sliding door 可以通往另外一个院子 这边是厨房 这个户型的特点就是它有两个院子 这是第一个院子 美国这边的别墅 它的精装修呢 厨房全都是帮你做好的 柜门,台面,然后所有的这些家电 抽油烟机等等都会帮你配备好 有的开发商还会赠送冰箱 那么我们这边再来看一下 这套房子的特点就是双院子 这边第二个院子 我们再去二楼看一下吧 到了二楼 那么是这套房的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它二楼有一个客厅 这个在三房里面都是比较难得的 而且是紧凑性的三房里 这边呢是洗衣房 然后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卫生间 供两个次卧一起在这使用 那这边是我们的次卧一 它的尺寸还是比较大的 可以放下一米五的床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次卧二 这边是做了一个儿童房的一个处理 其实它也可以放得下一个1.5米的这个大床 可以看到这个户型的窗户 它都是开得非常大 采光很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主卧 主卧呢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可以放得下一米八或者两米的床都没有问题 然后再来看一下主卫 主卫这边呢包含一个步入室的淋浴房 和一个步入室的这个衣帽间 并且呢有双台盆的这个设计 好了这个户型看完了 今天的视频你们喜欢吗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